就已經看到雷門的燈籠 這樣子走 走過這區就會到民宿了 看好大喔 拿燈籠 我懶得拍這事了 這區我以前來過 這區就是他白天會有夜市的東西 但現在是晚上 所以其實都沒什麼人 旁邊倒是有一些 吃的店 然後再更前面就是那個寺廟的地方 但這次行程也不會來 以前來過 現在是晚上還蠻漂亮的 然後 可能現在已經快快十點 應該十點了 所以 沒什麼人 然後他那個導航的路說 從那邊走過去 我實在是覺得很 蠻怪的 這樣走得過去嗎 漂亮 他們那個大燈籠都好幾顆 我本來以為就是 也不是本來以為 其實以前來過 我也忘記有這麼多顆大燈籠 旁邊 這邊就是變得很現代 就是一個屁股 我面前現代的概念 然後 我其實覺得這個地方蠻臭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記憶中的日本是不會臭的 這邊卻臭臭的 不知道跟施工有沒有關係 莫名其妙就到了 就是繞著前巢 繞一圈 綠樹 今天住的是一個 日式的房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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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往這裡面走的感覺不太對 真的耶 要洗 還蠻神奇的 好 試試看囉 現在在二樓 它這個看起來是整個超舊 然後這邊就是木門 然後有一個 小玄關 小玄關進來之後 就是整個 房間 你可以看到這個房間其實 還蠻小的 認真說蠻小的 怪不得這間便宜 對 然後 因為住日式的 然後我真的沒有想到 它住日式的超有趣 它住日式竟然有爐子 那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 古早 然後 它的那個壁櫥裡面就有 就是 榻榻米 對 上面睡榻榻米 這個是放底下 然後這個放上面 就是床墊 然後這是底墊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它有這個 旁邊有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床罩 然後再蓋 被子 然後可以去吹冷氣 我真的覺得超微 雖然真的是救到爆炸 這些東西看起來應該有個50年左右吧 沖完廁所之後 它它這邊不知道注水嗎 然後它注水它就是 經由這個東西注下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洗手 然後洗完所有水 它就是流到這邊 雖然它這個廁所 還是有 還是有用這個吧 有用現代式 對 但是我是覺得 那個東西實在是蠻酷的 然後我第一次 第一次用它 這是一個超級小型 這是一次廁所 現在這個買些宵夜 對 因為晚餐算是沒吃吧 這個好便宜喔 飯價 就是這樣 100單兩個 裡面是牛肉 除了它有點冷 然後買一些其他什麼飯糰之類的 相對加比較貴 牛肉 的這個 這不知道叫什麼 這就對了 它裡面是包那個 馬鈴薯 然後洋蔥 牛肉的味道 這個50塊 50單 真的是蠻超值的 雖然它是冷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超棒 不會是 五折價 直煎的這一串 130包 已經吃一半了 我覺得味道還蠻不錯的 有點嫩嫩的雞肉 然後有點醃漬的味道 吃完 然後就到唐吉柯德了 現在晚上就來逛唐吉柯德 因為晚上 日本真的沒什麼東西可以逛 然後 現在是外面大概11點 路人也不多 就是三三兩兩 現在到這邊是超級市中心 然後我剛剛走的時候 那個 老闆就說 那個 地方很安全啊 什麼的 就是 鼓勵我們出去逛逛 欸 沙利亞 我的新裝 那個新店很愛吃的 口氣小小的 然後裡面 感覺上都不是日本人 真的是什麼鬼東西都賣 這個人對於唐吉柯德的印象 一模一樣 就是一堆 哩哩哩哩 然後 像這種衣服跟不知道誰會買 只不過就是 他就是多到爆這種東西 那其實唐吉柯德不一定是最便宜 但是通常不會貴到哪去啦 二樓 二樓比一樓大多了 然後也是多到爆炸的人 就是 槍面簽的 這個 到三樓 三樓就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人 還不是沒東西 就是賣遺物啊 什麼東西 就是人超少 人都是一二樓 他是樓下先解結完之後 他會把退稅的東西 給一張收據 再到樓上來 我現在才多到爆炸了 不知道排多久 剛才不用退稅很快 我相信要退稅超級久 晚上一點出頭了 然後 蓋棺都關光了 然後我才剛把那個退稅退完 真的是 夠 恐怖了 退兩個鐘頭吧 對啊 今天沒想要接家 開了四小時也是蠻厲害的 好 就回去洗洗水了 這個 天花瓣 有個古老的感覺 大家看不清楚那個燈 看看 對 但是這就是這種很老實 圓圈的燈 非常非常古老 塔塔蜜 其實 睡起來 睡起來其實還蠻舒服的 我覺得 還蠻好睡的 個人蠻喜歡的 好像蠻晚的 不能搭配大聲 因為那種隔音都非常的非常的差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